大家好,我是Stan 有缘千里来相会 韩国元祖天团坑伦的成员苦居牛 与大S许席员宣布结婚了 20年前的缘分终于圆完了 今天早上 曾经红遍亚洲的韩团坑伦的成员苦居牛 在一街上传了一个贴文 随后大S也转发了这个贴文 我们结婚了 跟20多年前相爱的人结下不解之缘 我们想要延续这份珍贵的爱情 听到他离婚的消息 我找到了20多年前的那个号码 联系了他 幸好那个号码没变 我们才能重新连接起来 已经错过太久的时间 不能再浪费了 所以我提议结婚 西元也终于接受了 此后先办完结婚登记 我们会一起生活 因为我结婚的时间很晚 所以很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跟祝福 感谢大家苦居牛 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大S与苦居牛在20多年前已经有交往过 但是当时克隆的人气 以及韩国演艺圈的风气 苦居牛没有公开认爱 甚至还否认过恋情 不过在几年后 苦居牛出演一个节目 承认了与大S交往了一年的时间 据我所知 苦居牛在与大S的绯闻之后 这20多年来 一次绯闻都没有发生过 今天苦居牛对韩国媒体表示 会在三月中心飞往台湾 与大S登记结婚 一开始有点担心 他不会接我的电话 但是他非常高兴地接了 一听到他的声音 就像回到了20年前 就这样联络了几个月 我很想去见他 但是因为疫情 不是家属的话 就无法去台湾 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对他说了 不如我们成为家人怎么样 这样我们才能见面 结果他答应了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要相遇的人 怎么样也会相遇 换个角度来想 应该就是疫情促进的缘分吧 是跟山菜结婚 啊 恭喜恭喜 好浪漫 疫情都挡不了的爱情 在听说20年前 相爱过的女生离婚后 就马上联络他再续前缘 说明这20年来 他还一直爱着她 所以才能够发生的事情 真的 什么爱情小说 也不能写成这样 哇 电视剧或者是小说 如果这样写剧情的话 一定会被观众们骂 不下话 简直是垃圾 真的 现实比小说还要浪漫 哇 真的有勇气的人 才能得到爱情 台湾人还会记得骷髅吗 真的好惊人 2022年最纯情的爱情故事 真心希望能幸福的生活 恭喜恭喜 因为这两个人 都是我学生时期的偶像 所以今天这个消息 真的是感觉很特别 真心真心希望两个人 一定幸福 好的 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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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